大家好,我是外行员 废话不多说,现在就为大家带来 海贼王漫画1017话的情报内容 本话标题为命令 通过广播小玉向鬼岛上所有的 已经吃下他丸子的smile能力者们8号命令 让他们全部变为武士一方的同盟 另一边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路飞在海底被救 但通过一组两人的对话 我们则可以确认路飞已经被成功救下 在宴会现场这一边 使用蓝波球长达30分钟的时间 已经对乔八产生了副作用 奎英变成了人兽形态和山智打斗在一起 另外一边是圣平和福兹胡的战场 福兹胡也变身成了人兽形态和圣平战斗 福兹胡原本的身份已终于被公布 他就是曾经效忠于世界政府的CP9 而福兹胡之所以失去CP9职位 是因为他在12年前曾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 而被惩罚关进了监狱 但福兹胡之后却成功越狱 而福兹胡犯下的那个让他失去CP9职位的错误 也就和目前他所拥有的 猫猫果实 古代重剑持虎形态有所关联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行员 我们下期再见